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使用的是这种仙人掌 那些观赏的也叫仙人掌 但是它是不能够使用的 仙人掌的作用可真不少 仙人掌历来是美洲的传统食品 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特色蔬菜和水果 沙漠地区的人们将仙人掌的嫩劲 当作蔬菜来食用 或者洗净切碎煮在汤中 或者是架在炉上烤制 或者做成这个饼屑 或直接将新鲜的仙人掌来腌制 还可以用仙人掌晾酒 这种老的镜 它就用来做成保健品或者是药品 在墨西瓜的饼食点心中 菜肴绘制人口 就是用当地的仙人掌 仙人掌科植物的花卉烹制出来的 仙人掌是含有维生素B2和可溶性纤维最高的蔬菜之一 其中大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能叶制脂肪和胆固醇的吸收 减缓对葡萄糖的摄取 降血糖降血汁降血压 仙人掌中还含有人体必须的八种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 不仅对人体有清热减毒 健维补皮 养颜复复等诸多作用 还对肝癌糖尿病 肢气管炎等病症有明显的辅助治疗作用 那么最简单的这个使用方法呢 就是血这种嫩的或者是没有多少吃的 少吃的 那么起尽七岁 切成小块放入这个榨打汁机中 加入适量的这个冰糖 把它打成汁来喝 当然具体的病情呢 还需要咨询当地的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下运用 我是农民也是一名营养师 感谢你的收看 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呢 记得点一下关注 欢迎大家评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